快走 海妖 是海妖 今天谁都别想瞧我疯了 妖怪 帮个把过来吧 我要让你们见识见识 直接正的去摩尸 露珠小心 我去 你小子那么狠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雾气 黑地环境 用我的命令 谁都不去还击 小洛 你仔细看清楚 我是怒林雷霆 快看 那根本不是小洛 是海妖 为宗主报仇 杀 不对 这行动的方式 握武器的姿态不对劲 是怒林 我们全都中了顺魔制造的迷杖 系组长 快用海魂珠江铜光彻底封印 小洛哥哥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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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小子 你在做什么 小洛哥 快住手 放下枪 我绝不能再受伤害 群体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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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那 公主 你没事吧 玄机 大师兄 睁大眼睛瞧瞧 你都干了些什么 竟然把枪口对准自家兄弟 对准雷霆 臭小子 难道你想背叛奴林 行事秘组吗 小鹿 你实在是太鲁莽了 大师兄 我 我只是想救铜光 玄 玄机 你个笨蛋 算什么去摩世啊 小鹿 小鹿 现在追上去 也只是白费力气 别担心 那小子迟早会回来的 玄水祭司 事到如今 你还想再继续隐瞒下去吗 关于铜光的事 我希望你能坦诚相告 这本是玄水教教内之事 不过事已至此 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神魔想要的 就是铜光身上的黑帝之力 铜光自出生起 就继承了黑帝之力 它自小体弱 而这神力日渐强大 难以承受 超出了它的控制 终于 深沿前的一个暴风雨之夜 黑帝之力 彻底失控 赵霧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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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霧� 魔鬼不离 我还生命 且非必要我选水 肚子劫难 狗狗 住手 住手 她是魔鬼 快抓住她 妖怪 灾星 我不是 我不在乎了任何人 童谷 你没事吧 童谷快 忍一忍 很快就结束了 是姐姐 我绝不能让姐姐失望 我一定可以 只要姐姐等你 童谷身上爆发出的黑帝之力 绝对常人所能顾量 我根本无法抑制住她 危机关头 只得求助柳先生 借玄空居法阵何力 将黑帝之意封印在了童谷体内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她的身体 并且停止人生长 对不起 姐姐 我天真地以为从此便可相安无事 没想到 还是被圣魔看出了端倪 这就是她为什么偏偏要负在铜光身上的原因 刚才的武器幻境 就是她利用铜光体内的黑帝法力制造出来的 我必须尽快救出铜光 阻止这场灾难 你可曾想过 如果一旦驱魔不成 反而会激发圣魔的力量 况且铜光根本无法控制自己 黑帝力量一旦失控 圣魔就能利用它危害迎川 你不能为了私情而罔顾苍生 可我永远无法像你一样 竟可以亲手杀死至亲 他们已然入魔 就算一切从头来过 我也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若连心中最珍贵的人都无法守护 何谈苍生 这一次 不管是铜光还是苍生 我都不会放弃 无论付出任何代价 童明 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站在你这边 十年前 我无法阻止你 看来十年后也是一样 我只能尽力防止最坏的结果了 诸位 事不宜迟 刘先生已在迎川悬空居等候多时了 咱们赶紧上路吧 是大祭司回来了 哎呀 大祭司怎么把那个灾心又带回来了 小声点 大祭司 那可是他的宝贝妹 还大祭司呢 丢神 当年我的丈夫啊 就是被这个妖怪给害死的 你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在那里 柳院长 西族组长西风拜见柳院长 老夫在此恭候诸位多时了 没想到此事竟惊动了地设龙教 学生玄疾拜见老人